大家好,这里是漫游中国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,三峡大坝一共有多少个泄洪孔 第二,如果这些泄洪孔全开的话 每秒流量是多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三峡大坝泄洪孔的一个分布 泄洪孔一共是三种分布在上中下三个不同的高度 最上面的叫一流表孔 就这个地方 高度为158米 然后一共是22个 每一个浸宽是8米 中间的叫泄洪生孔 高度为90米 然后一共是23个 每个7米宽9米高 底部的叫导流底孔 一共有22个 然后大浆解扭的时候已经淹没在水下 今后也不会再打开 此外还有7个排沙孔 三个排漂孔 分别用于排出玉米合沙以及漂浮的垃圾 同时它们都可以作为泄洪孔来使用 所以大家算一下这个三下大坝总共一共是77个泄洪孔 但正常情况下担负主要泄洪任务的是中间这23个泄洪生孔 上面的22个一流表孔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打开 比如说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 好 现在来说第二个问题 23个泄洪生孔全开的时候 它的泄洪流量是多少 这23个泄洪口的面积是7米乘以9米 就是63平方米 然后泄洪通道最大的水流速度是35米每秒 所以单个泄洪口流量为2205立方米每秒 那么23个全开的情况下 泄洪流量为50715立方米每秒 如果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 打开22个一流表孔的话 那总共的泄洪速度可以超过10万立方米每秒 再加上还有7个排沙孔 3个排漂孔 以及发电 然后5级船长的用水 抵御再大的洪水也不在话下 如果你关注过今年洪水期间三峡大坝的泄洪流量 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 目前的洪水对三峡大坝各不成威胁 因为今年最大的流量也才五六万 当然下游的民众安全是另当别人